空军出身的新任国防部长延明上任 适逢雷虎小组成立60周年 今天基地开放民众参观 包括了IDF 金国号 F-16 雷虎小组陆续登场 精彩演出让民众惊呼连连 导演李安的弟弟李高 也为了要拍摄和飞行员有关的电影 到场趋机 万里无云的好天气 雷虎小组奇迹大雁飞行 把天空当成画布 喷出红蓝白彩烟 接下来六机箭头低速飞行 单机交叉通过 精彩演出民众惊呼声连连 另外还有两机在天空画出爱心 要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另外还有F-16的演出 在一纸线上左右连续翻滚 以及IDF经国号低空低速飞行 倒飞旋转精彩演出 三角音造型的幻象2000 也在空中展现精湛的飞行技术 这是为了庆祝雷虎小组成立60周年 台南机场特别开放民众进入参观 天空坐美晴空万里 一早是几近了上万人 羊伞帽子全都准备好 我们大概七点就来了 为什么 因为要怕位置太少 以前小时候的梦想 既然没有办法完成的话 跟他们拍下照也好 今天会不会很热啊 会 那怎么办 忍耐啊 防晒 还是要看飞机 就连国际大导演李安的弟弟李刚 也顶着列扬道场 要拍一部空军的电影 然后就过来 就是看有一些 可不可以先拍到的东西 被称为空中舞者的雷虎特技小组 在民国42年成立于台南空军基地 高超技术让名声想撤云骚 78年以防至高 从空军官校 睽为24年重返台南机场 在洪仲秋事件后 国防部长由空军出身的延民上任 也恰巧遇到国军演出 国防部就希望靠空军们 在天空的精彩表演 多少挽回一些国军形象 美式学研至于翁一修 台南市报道